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羌羌三人行 有人说我们这个节目是个知识分子节目 我从来就没有这种预期 我们的眼睛从来都是看着大款 是吗 我希望自己是个大款节目的嘉宾 帮大款节目 我跟你说嘉老师 有些语文很好 比如说靠谱 帮大款 我都认为这都是流传千古的 有些词也很恶心传不下去的 像什么给力这种词说的都烂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说帮大款这个现象 它是一语概括了千千万万个类似的事 是吧 包括我们媒体其实都存在 你可以对照 做节目的路线都有帮大款 这个棒棒大腿这是人的一种本性 很古老的 是啊 冲动都靠老美不也是棒大款 对吗 都是这样 你最近反美情节好像比较比较激烈 比较激烈 没有啊 宠美情节 宠美情节 因为太宠了所以恨了 对 他老不待见我老不拒签 这产生的阴爱生的这个恨啊 气腹情节 没错啊 所以啊最近我要夸夸咱们这个大款 大款最近越来越出息了 你知道吗 怎么了 现在真是不敢乱说乱动 这个人民群众的眼睛啊 所以他们就说你买这个奢侈品啊 对我们是买不起高端的住宅了 买不起高端的游艇啊 但是至少有一样人民群众能享受高端 高端的手机iPhone 我们都有iPhone这个手机啊 我就真是我不是给他做广告 是没有办法 我同时用着两个手机 用来用去半年检验下来 他真是个划时代的发明 就是他就是好用 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他随处拍 为什么我说不要乱说乱动啊 现在你什么行为啊 都有人一下给你拍 拍了就就就传出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最近这大款呢 不是说要买这个康熙吗 你听说过 康熙 对我看康熙 山西的这个梅老板 不知道是不是梅老板 反正是大款 跟着导游啊 上那个东陵那边旅游去了 旅游去了 然后看着康熙的那个那个地宫啊 那个坟的地宫啊 说要下去下去 后来那导游说 现在这个文物保护都封着呢 就不能下去 说非要下去 说你看这个东西 这不是你家开的 不是我家开的 我买了行不行 你知道吗 这个话不是我编的啊 这家伙全给人在背后啊 拍下来了 咱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 咱也转半天了 就想看看这儿啊 不是说我们也都大楼远过来 山西过来 也不说这是什么 冬水宝地 对对对对 您可以想想着通通通 您哪是钱 您也忘了您钱 这不是钱的事啊 这不是这真的不是钱的事 不是说谁想看看 您说的这 这不是说您谁想看就看 也不是您家的 您说是不是 我家的 这地方我买了不就我家的了吗 我给你一个亿够不够 我买了 一个亿那你还真是够有钱的 这个挣钱也挺不容易的 这个出来玩嘛 好吃一个好心情 大家开开心心的看好 您说是不是 别说了别说了小道友 您这 来来来来 你这一万块钱 对不是 这有点过 这么多人都看着您 您这最起码对我是不尊重 您此地也不尊重 您说是不是 你看看吧 一万块钱现金扔导游脚底下 这够不够 他把康熙递工跟买了 一万不是他说要一亿 我倒是看了这个一个相关的视频 这评论也挺搞笑 说说的这位爷说的这个 说是不是说的没老板吗 是不是挖煤挖腻了 现在要挖坟来了 说的你先戏怒 先给您冲一杯三路奶粉尝尝 然后接着就开始调侃他 你知道吗 就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一个亿在康熙爷眼里 算什么呀 人家打牌就是一个亿 就飘打一亿飘一亿 反正说的还挺逗 就是完了到最后结论呢 就是说这个还是这个没眼力叫 国家的文物哪能让你随便呢 不过你说到他们三星人 真的是有钱到 我正好看那个 我联想起最近看那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澳门 澳门的机场很高兴的向大家宣布 现在他开通了很奇怪的一条行道 是太原直飞澳门 那你想想看这说明什么 对 对 对 这个太有钱了之后啊 人呢 我觉得这个钱最近哎 真的有人好像写了个论文啊什么的 钱是一味中药吗 就是就是钱 在西方研究也得到了证实 就是这个钱呢 真的能起到药的这个作用 好像是能让你的免疫能力啊 提高百分之三十 因为你高兴了 提高百分之三十 这又是西方的研究和东方的研究 最近不育儿童都印证了 钱这个东西有药效 本身摸着钱就不一样 对 以前的老话是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 是春药 对啊 现在就是钱是能够包治摆病的 你能治心脏病 就是你比如说啊 这个摸着钱和摸着卡都不一样 信用卡都不见得有这个功效 兜里啊揣着鼓鼓囊囊的现金出门 自信心肾上腺素免疫能力 提高百分之三十 就像刚才那位大款就提的太猛 他就提的太猛 马上砸 对啊就是这个光 脸上发的这个光啊 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 钱的这个作用容易 就所以我就在中意上讲啊 钱补器 就是他说 回去煮煮看 下点干草啊什么包油 没错 为什么闻到这种整天就是面 面成菜色 就是钱不够 就钱不够 我是公司为了我的健康早想能长期服务 凤凰卫视给你钱好 那最后说的都是归到加薪这点上来 我听出来了 你说这个气啊不可不小不可小看 我最近这个戒烟呢 我就感觉到别的都没啥毛病胖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这个也很准确 然后呢就是天里一样啊 就好像容易生气 容易发脾气 就容易容易见到 不是见到怂人楼不就火 因为我这个人呢是平和到这个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人 我从来不发脾气的 在工作当中很少 就是觉得没有什么脾气 后来他们都不相信嘛 说你总得有个出口吧 最后他们说可能是在床上 就但是就说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我可就平平平平平平和 但是呢我现在戒烟之后啊 我就发现就有点搂不住火 有时候听着别人说话半天家产不清啊 就着急 你知道吗就容易气就来了 哎 而这种气呢 我在一些得款身上发现 他好像觉得就容易急啊 急啊要要打要干一个什么 马上就得干 因为你知道吗 人的这个气壮如牛啊不太一样 其实看的人我觉得我倒觉得这个 对这个这款爷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也很值得研究也很值得玩味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发现很多人的呃 首先一个反应就是说 你这个你这点钱啊 一个亿算什么呀 你你是不是还想明天你你买故宫 呃后后天你还想买中南海 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比你大的多了去了 而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秩序 国家总理当时哎 就是说有比你大的 嗯其实一个月怎么能说一个亿 不是个小数呢 现在都撇这个你一个亿算什么 其实人都知道一个亿在哪儿 别说在中国在美国在哪儿都是钱 都是回事 而且一个月其实肯定能办下很多事 很多事情都被一个亿摆平了 不用说一个亿了小于一个亿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都气不过 而且呢都要觉得就是说 还有一个比你这更大的呢 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现如今这社会啊是个排行榜的社会 没错一上排行榜呢 你一个亿真是算不了什么 嗯他们说呀 那天有一个人讲说什么福润富豪榜啊 说是他们有这个数字嘛 说中国中国大陆地区有96万千万富豪 和6万个亿万富豪 这意味着全国每1400人中就有一位千万富豪 京广户三地成为富豪集中地 但是你知道吗 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做这种财经研究的 他觉得他都不相信 他他说我感觉啊没有这么少 嗯他说他甚至说啊 他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不是千万富豪得上亿 因为我说怎么可能 我说14几亿人口 他说我怎么感觉有钱人 他说你不知道的太多 你知道有个调查 大部分是隐性富豪 没错 你都不知道啊 就这因为中国的灰色收入这一段 没法统计吗 太多了 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说中国啊 是还是发展中国家富豪 虽然总数啊就已经现在仅次于美国了 比如亿万富豪 早就超过法国什么这些了 但是还是少吗 但实际上呢 你又感觉中国人出国那个购买那种狂啊 简直就是让各个西欧什么美国都震惊都吓傻了 就像你们香港也流传着 我前不久还听说一个段子 就是说香港人觉得内地这个不切耳的人 人都怎么有钱到什么时候都到你们不知道是联卡佛哪 说来了一个穿的土土的一个老太太啊 五十多岁的说的就是拿着一个皮 拿着一个橘子进门 一边剥橘子一边就看一个珠宝店 说他剥这橘子还没剥完 人家就恨不得要赶出去 你懂不懂归结我们这么高级的店 你剥橘子把皮就剥的一桌子 还没等说出来呢 人说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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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就哎呦要买这么多 结果说的老太太说的什么呢 除了我刚才点那些全买下 傻了说就香港的段子 说内地的富豪就是这样消费 我跟你说我讲的都不是都不是段子 就在是真的 在这个伦敦的一个百货公司发生的一幕 就说是一个中一看是中国人呢 就大款就是12345 最贵的就是你这按价格算 他跟牌子他都不认识 他就说最最贵的12345这五件 然后呢往身上穿那个就是皮毛 和穿那个鳄鱼皮鞋的时候 旁边的服务员才提醒他说 这是女款的 这是女女女女装 女装 这是真真真是真事 不过我在想啊像我们刚才说这些事 因为我在香港也见过很多吗 你说这隐性富豪 我们要注意一点有的不一定是富豪 有的可能是官 对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我认识一个人啊 他常年是跟某个地方 关系特别好在那投资设厂怎么样 他就跟我说呢 他最近那个地方的领导来了 要来香港其实每年都来一回 他说很记得十多年前来的时候呢 都是我们香港这些商人朋友们去接待啊 花钱啊吃好住好 临走带礼物啊什么这一类 现在不一样 现在呢这领导来呢就是指明 我要住半岛酒店的海景套房 一个晚上大概几万块的连住一个礼拜 然后呢 那我们那个些朋友就是好好好 他说但注意啊千万别买单 这你们过去那么多年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我们家乡对你们还是有奠记的 我们祖国现在很好了 我们对你们不一样 不是这样啊 结果来香港这一趟光住酒店住了几十万 然后还真的是自己买单 那你按照这个级别来看 他不应该有这个钱是不是 但是你说说那这香港我们现在很多这种 那你说他到底算不算富豪 我跟你说啊 他我在杭州的时候 在西湖旁边打出租车 这出租车司机就跟我讲 他说哎呀我最近刚拉一活 他说这人有意思了 他说包了我一辆出租车啊 他说到哪啊 到这个苏州啊 什么什么杭州啊 什么什么这一圈 他转了一圈 他说这一路上啊 就是一个局长 一个局长和他的小蜜 后座上坐着局长和他的小蜜 他说我旁边前座上的呢 坐着一个拿皮包的 那是个商人 他说你说还没见过这么玩 就说你要不你把钱直接给他不得了 对也不 就是这商人啊 夹着皮包 局长跟他这小蜜一路手指看见什么 他就买单吃什么 他最后就买单 就这个老板吗 还是商人 哎我也觉得这挺怪 我说你给我不得了 他就这么玩 不同不同 这不同 因为你给的话 这可能是贪污行贿 但现在这个他就说说大家朋友 大家朋友 对吧 我今天我高兴了 这大块说是 不是我要讨好 是我高兴了 对吧 大家一块吃饭 但是那也就就有时候中国会有很多怪事 你知道吗 那要真这么有钱 又何必包一出租车呢 自己弄一个奔驰 我觉得啊 所以这还不是真有钱 所以他就不是真有钱 不是一路花钱海了去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他就可能不是真是一个什么有钱人 嗯 就有很多这种情况的 玩这么一趟 嗯 对 是有点蹊跷 这个细节 我也觉得是 这为什么要坐出租车 说定你这出租车讲的是段子吧 这个司机 不 这司机讲讲的是真话 这司机嘛 就跟我讲 我跟你说 就很多你不可理解的事 那天我在手机上看 你说哪国家能有这事啊 就是警方啊 就是追了很久才截停一辆大货车 这个大货车固执的飞速行驶 可是警察为什么要追他 因为他这个左对左前轮啊 没轮子 哈哈哈哈 这个突的 没轮子 这个轴啊 这边就有三轮子 滑 你说他什么事都有 嗯 那你刚讲回这个钱的问题啊 我觉得也很容易理解 你说比如是看到今天中国有些富豪 说好像老沙嫌他们笑话 他们没文化 没品味 康希腾也想买 然后什么东西都要买最贵 但这里面说明一个很基本的道理 这基本的道理是什么 就过去我们总觉得要鉴赏一个事情 鉴赏一个好东西 要品味 嗯 嗯 品味这个东西是要教养的 是要慢慢培养出来 对不对 对 那么对于一个富豪来讲呢 今天的富豪审视的在哪里 就他要欣赏一个好东西 要获得一个最好的东西 他可以免去中间所有的教养 跟品味的过程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有品味的东西 这些事物都是有价钱的 对 价钱是个抽象的一个原则 比如说你一个人 你要学会喝茶 要学会喝酒 要学会打高尔夫 要学会干嘛干嘛干嘛 你要花很多时间 对 要花很多精力 花很多头脑 对一个富翁来讲 这一切花的呢 就只是一样东西 就是钱 就是拥有 对 他用钱就可以搞定了所有中间这一切 这叫什么呢 这叫省去很多学费 你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要懂酒的话 他可能从小到大 他经营在那个文化里面 他慢慢喝 他一辈子不会喝太多好酒 但是因为他喝过太多 乃至于他喝到一杯很好的酒的时候 他很敏感的认识到这是杯好酒 那对一个富豪来讲 他从来没喝过这么多 也从来没交过学费 没花过时间 但他今天我就啪一叠出来 就给我来着好酒 那你可以说 那他喝到他懂吗 他也许不懂 但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我跟你说有一种第一代的这种富豪 我觉得其实也挺感慨 就是说他最后的乐 其实就是要别人看见他挺好 你明白吗 他自己他没有品尝红酒的舌头了 他没有听歌剧的耳朵 他没有看名画的眼睛 他没有办法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也很其实是很好的 你知道吗 我出席过这样一些聚会 他就是什么 周围一帮帮闲 你们这些朋友 你们爱喝红酒 大老板 我一切都买单 我召集你们玩 我招呼你们 喝到你们 我说实话 最爱的这个红酒 你看到你们很高兴 他自己也这么说 我是不懂 我就是牛饮了 他说我看见你们很高兴 你们喝到了什么 拉费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 他说我就很高兴 他说我对这种人也有一种同情 或者怎么叫同情的理解 就是说他是那种就是翻身 打了翻身仗的 你知道他其实这些人 对以前真的是很苦的 你不能要求 因为我们在这说的就是 一种优雅的生活 他是需要你慢慢的经营 甚至你要有一定的传承 比如说你家里面从小的父母 告诉你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坏 你从小这么长大 然后你又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去受教育 然后之后这些东西是你懂的 那你再来欣赏 这些人真的在最好的年华 恐怕都是干了一些 所谓我们这些忧人雅士们 就是说绝对不愿意这样 付出这样的血汗去做 我说的不是 就是除了那些就是非法剥夺的 我说的是真的是就是玩命 这么打白手起家干出来的 这种老板 那他最后 就是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得到 我觉得他拥有 他不能 这就是原来 后来秦南青在南方周末上 写这个文章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穷疯了的年代过来的人 饿死人的年代过来的人 才这么几年允许炫一下 允许炫富 对吧 只要你别炫出红十字会 就可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对于刚才说买康熙坟那个富豪 我不同情 但是我理解 你解什么 就是他里面有两个基本原则 他相信这个 第一 就像我们刚才讲 这种人他大概花了大半辈子 很努力很经营很刻苦的挣钱 对不对 于是他有钱了 那他有钱 他花在用钱买 这得到钱这个过程里面的 这些时间精力 使得他没办法花在别的品味 文化教养上面 那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在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因为太相信钱 这种抽象价值的能力 像马特斯讲的 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用钱换算 没有东西是钱换不到 那你如果今天告诉一个 穷其一辈子的精力 就在追求钱的人 然后告诉他说 有些东西钱买不到 对 他很接受不了 但是你看看 就是我就发现 就是什么文化都没有的人 都要个自我实现 这还真的是西方心理学家讲的 其实老实说 就是大款不可怕 就怕大款有文化 对吧 就是你就是拿文化来贴金 你也是一个寻找自我 当然你要知道 我是什么 对吧 其实都是这样知识分子 你一个学者 你也是在找一个自我的确定 当然 其实有魅俗也有魅雅 对 就是魅雅其实并不高于魅俗 你知道但是魅雅更好看一些 所以我跟你说 我有个我有个图像的方式 你就是阿拉伯大款又怎么样 阿拉伯大款有钱了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他搞什么 他要在大地上写下他的名字 哈 哈 哈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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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要不要这是个海海滩 海滩 他挖成河 咱见过纳斯卡 那种地形 他就挖沟引海水 你看我要让沙漠上让大地上 这个自我实现 卫星这个自我实现 对对 卫星航天飞机 我要你看得见 我的名字 我这就是 但可惜叫哈麦能的人有几亿吗 我看 哈 同名的 都跟你沾光了 你说姓陈的 都陈的 没错 都跟你沾光了 所有家族 对没错 对 他你看哈 他不管是从别人的眼睛里 还是要从康熙的地宫里 他都是要看到我在哪 所以这还是佛教里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我在哪里 越找越找不着 那么就想找一些确定 其实自己往里看呢 看不见什么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种愤怒在里边 就我这可能走走的有点偏啊 就我的一个反感觉 他就是说我可能坑坑坑坑坑 我是没文化的一个人打了一辈子工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 或者你们这些帝王 这不康熙吗 或者更一个权力 一个大权力 还是在我上面啊 他就我就要甩一下 怎么样咱拨一下 我恰恰所以觉得理解他的时候 甚至有一点同情 是我觉得听到这些调侃他 无情的笑他多么的卑贱 你可不知道你有几两众的人 其实也有一种失利 就是觉得你这点抽钱算什么 其实这些人心里边 不见得是看不看中钱的 给一个意义 可能他们都被摆平了 你明白吗 他们说如果是领导来 说领导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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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